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家里几亩地 我家里现在少了 现在还有二三亩地 这种什么呢 现在主要是 现在主要是萝卜 萝卜刚开始种还长这么高 然后包括这个香菜呀菠菜呀 开始种这类的 这个收入怎么样 前几年应该是 我种了应该不到一百亩 就是搭的基本上都是大棚 也就是说一年九万块钱 哎呦呦呦呦真的 那你这唱歌 是怎么回事唱歌这个东西 只是这个爱好 唱歌这个事情是我们 这个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江苏 苏州在那边种菜 有一次呢我们 卖菜的时候我那个隔壁 有那一个网吧这个网吧 老板人跟我关系非常好 我从来没到网吧去上过网 后来有一个这个 就厂子里面厂长 他老到我家去买菜 因为他有员工嘛 有买菜嘛 他看我没事 就在那个菜店上面唱 他说刘彪啊 你看在那网吧里面 网上好多这个唱歌呢 唱的好听都没 你别看去 然后我也就无意在那一天呢 无意中间 然后就是中午的时候 没人买菜的时候 我去到那个网吧里面 那时候那个没上过网 开机都不会 说实话 然后后来老板给我开机 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的 就打了一个人出来 然后唱那个男中音的 黄河颂 我说这个我第一次 听这首歌的时候 这个一下被浸汗到 后来我一下子听了 大概不到四十遍 后来我这个无意中间 出了那个网吧那个门 把一首唱裤子里面的 我唱在高山之地 我说我怎么也会唱的 这是无意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个说 自己会唱这样的声音 不可能 不知道 从那开始起 然后我就感觉自己 可能是有这个天赋啊 每当这个中午的时候 那就是没人买菜了 就这样一直在网吧里面 不轻的 就是往死里看 往死里唱 往死里想 不是你这一天卖菜 你挣钱吗 我怎么感觉 你把钱都花在上网上了呢 不是 我们熟悉的隔壁的网吧 免费了 有的时候不要钱 免费让你学习 所以说我一直 就是反反复复的 反反复复在网吧里面 学了八年 八年 对 这八年就是边卖菜 边自己上网自学 对对 你将来要成绩了啊 成半了 你真不能忘了人家 那厂长和那网吧老板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应该是二十多岁吧